欢迎回到台湾大论坛 苏文昌说这个花博 现在不能再用畅衰的策略 可能对自己的选情不利 钟瑞雄却出了从拉法页 到地瓜页的这个文宣 里面的花博导览 是告诉大家说 如果你要去看花博的话 你要看的是 这样子的一个导览的地图 要看的真相是这个空心菜 要看的是这个船有问题 要看的是呢 这里种种的每一个地方 所有大大小小 他们质疑过的问题 通通都在这个真相导览图上面了 两手策略吗 大老 我想不是 因为我们先讲 这个花博到底花的钱是太多 还是太少 那这要求鬼还是要求凶 我觉得不是我们在这里 逃算就可以敲定 我们到底是不是第三世界 还是不是第三世界 我觉得要从开幕那一天 到投票那一天 中南部外线市来看的还不算 就是台北市的选民 看完以后 他心里会有一把尺 他如果认为太贵 对郝文明就不利 他认为怎么一点都不贵 那对郝文明当然就是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台北选民 看了以后 多数人会觉得到底是贵不贵 我在这里我不敢讲 我真的没有定论 因为我还没去看 那第二点我想你要知道的 就是说为什么台北民进党四党部 跟苏贞昌总部的讲法是矛盾的 我觉得他们不是刻意唱双簧 我觉得两方甚至没有联络过 那因为 他今天应该会看到了吧 因为台北四党部 是比较关心四议员的选举 而四议员的选举是多习次的选举 所以他比较喜欢走胜率 或者偏锋的做法 而且台北四党部过去 在黄庆龄主导之下是胜率的 那现在他走了 换来一个中热雄也是胜率的 而且中热雄自从文谦 还有你们在节目里头批判他 我昨天看到他在 天律有台的节目里头 他没有接受大家的讲法 他坚持他的讲法是对的 他的另外一套 当然我现在在这里不需要转述 他不会改 而且他继续坚持他的讲法是对的 可是他用市党部的名义 发这种文学代表 这是民进党的意思 不是不是 他既然是台北市党部的主委 当然他的讲法 他的主张是不会轻易改 因为他有主导的力量 所以民进党是地方自治就对了 我觉得台北市每一个区的 这个议员候选人 绝大部分是不会反对这种做法的 因为他们要的票 跟苏貞昌要的票要过半 是不一样的 那苏貞昌的讲法的两点 我基本上是也很平顺 也平稳 没有什么意见 我觉得奇怪的是 苏貞昌的发言人 真的有在接受 忠实的访问的时候 有这么清楚的讲 我们从此不再批评 那为什么不批评 是因为什么样 真的是这样讲的话 我真的听不懂 如果这样讲的话 我觉得他的IQ只有60 这个是竞选办公室发言人 你后信 我觉得你的主调 我觉得你的主调如果要改变的话 也是缓慢中改变 让选民没有感觉 你竟然把你为什么要改 为什么要改得跟以前不一样 这个目的是什么 这个很奇怪 我觉得苏貞昌 我劝你查一查这段报道 到底是报道错误 还是你的发言人讲话错误 今天因为总有时候灯很大 很多谈话节目在讨论 我是不知道 那个苏貞昌阵营总部 有没有否认 有没有曾经更正有没有 截至目前为止没收到 我有话要说 我觉得台湾社会 我为什么有的时候会 跟大家活的 就是已经格格不入了 因为我已经受够了 不是 因为你受了 我受的还不够 但是我受够了台湾这种民主政治 我不相信庄瑞雄 他考得上台大法理系 他不知道他说谎 我不相信他不知道他说谎 可是他就是没有良心 昧着说谎 我不相信苏贞昌 不知道庄瑞雄搞错了 我不相信蔡英文 不知道他们冤枉了 那个空心菜 我不相信他们不知道 他们糟蹋了台湾最好的建筑师 可是他们就是一群 可以没有国家荣誉群 然后昧着良心 只考虑政治厉害的人 这就是我受够了台湾政治的部分 也是我不愿意做台湾文献 小美大的理由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政治人物 没有廉耻 没有良知 没有国家的荣誉心 而且没有任何一丁点 当他自己犯错的时候 他愿意检讨的心 就是他所有人性的善良 在他们身上不见了 虽然他们看起来很清纯 所以我已经受够了 这个是我第一个要讲 第二个就是从靖刚 我们上一届的花博士 靖刚 还有在德国 他们的预算都是300亿台币左右 所以今天要来讲台湾的钱多还是少 你比较其他的国家 更何况我们知道这是六个月的博览会 你怎么可以没有一个地铁 是直接可以到那个地方去的 你怎么可以没有 怎么可以直接用接驳车到那个地方去 然后他还夸张欺骗大家说是总预算140亿 还民意党所有的人跟着一起讲 这是庄瑞雄讲的话 他明明知道 这个文宣上面已经变成160亿了 他总预算 反正 这里上面已经加码到160亿了 因为他把新升高一起算进去 不是 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 花博总共的预算95.1亿 还被丁手中扣留了6.6亿来 作为未来三年的保存 然后我去看了以后我很难过 为什么我讲第三世界 神医师可能没有感觉 我看到我们那个中山足球场 一个破烂烂的 然后就想办法隔一半叫做征验馆 以后叫AMIT 然后另外一半上面皱满了花 那你再看到上海世博 艾芝世博会跟西班牙的 还有前一阵子汉堡的 我们真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水平 因为我们真的好穷 可是我们的国家真的那么穷吗 那是因为我们的中央政府 不愿意给台北市钱 到现在为止 苏贞昌从来不面对这个问题 他为什么不给台北市钱 他花博没有给钱 Ting out只给了300万 他为什么不给台北市钱 请他告诉大家 这个国家的领导者是这样做的吗 是可以这样做吗 你说像马英九他当总统的时候 他会不给高雄市运钱吗 他照给了12亿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会觉得说 一个国家当他所有的 主要的政治人物 对自己的国家都没有容许 像我很痛苦 我最好忘了我是台湾人 我到上海去玩得很高兴 到12去觉得人家很进步 我每次看到他们变成这样 然后再回头来看 我们的国家搞成这个样子 然后称之底叫做民主政治对 我们没有刘晓波 我们写080920一线这样都不会去坐牢 可是我们的民主政治真的是很烂的民主政治 因为有很烂的人 这些人怎么会是台大法律系 他连小学的程度都没有 我接着文件的话讲 就是前一段时间在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 曾经针对这个问题召开过一次专案会议 当时是民进党排的 他本来是要修理花博 结果没有想到反过来被立委去质询 为什么花博不给钱 我还原到当时的状况 苏貞昌担任院长的时候 曾经针对花博是经济部长 陈润荣召开过一次会议 可是没有结论 随后两个月之后 主机处就发了一个公文 发了一个公文说什么 说从此之后 针对台北市跟高雄市都不补助了 但是各位要注意一点 高雄市有没有补助 有补助 台北市有没有补助 就没补助了 所以在那一次的财政委员会 我们就要求相关单位要回去调查 当时的行政责任 那个主机处的公文如果属实 为什么你针对高雄市去做补助 这个大小眼这个差别待遇在哪里 但是我要回过头来讲 苏貞昌这一次打选战 我认为他很取巧 我认为也许不是黑白脸 可是他很取巧 他在很多重大议题上 他都不表态 都很模糊 然后站在旁边隔岸关火 顺便就落井下石讲几句风凉话 但是在花博这件事情上 他现在想要切割太慢了 因为民进党已经在花博这件事情上 炒作太长太久太重了 所以现在你说苏贞昌跟民进党是不同的 他现在要多切割 我觉得很难 可是苏贞昌的谈话 我觉得他还是很取巧 他留了一个伏笔 就是在花博的事件开幕之后 我认为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交通问题 所以未来你几乎可以预见到交通的问题 会成为苏贞昌批评花博的一个重要的攻击点 所以他还是选了一个很好的战略制高点 未来来监督交通 所以刚才文倩讲的那个观点 我认为我们必须要再把它深入 再来做更多的说明 交通的拥挤是因为没有钱 为什么没有钱 是因为人家不给我们钱 这个议题这件事情如果不讲清楚 你将来在交通拥挤 交通动线混乱这件事情上 你就讲不完说不行了 而且我也不相信李永平的回答 他说什么他们什么企业赞助 以到时候比如说梦想馆各种 他根本请的专业的志工的人数 或者是很多馆 根本因为那个整个腹地太大 他根本各种志工导览的人数都不够 因为他是6个月 你不可能做volunteer 那volunteer只有可能礼拜六礼拜天 所以1到5你根本就不够 所以你编的人事费用可能也不够 所以全部通融都是问题 因为你钱不够 你当然你公司职员不够 你要办一个那么大的活动 通融都出问题 那现在不讲清楚 那虽然要回避这个事情 那你们刚刚都在谈这个 权力技术上怎么操作 他操作的方法是什么 庄瑞雄就让他骂 反正郝龙斌已经受伤了 我不讲话 我就做收割者 我来骂交通 然后排队没弄好 约级之没弄好 那世博已经花那么多钱 刚开始都很乱 更何况他们花博 所以我一定有机会 可以逮到花博的缺点 我可以好好狠狠狠狠地骂 然后至于呢 你们说我们有给钱 反正你蓝军这群人 你们的口才都不如付捆起 你们讲一样 我就乱讲一样 而台湾的记者 全部都是自己不用工 自己不去找资料 随便人家讲什么 都变成口水战的人 所以这个国家没有施肥 所以我很失望 不 憲哥 你觉得说 这个台北市民 看到这种地瓜叶文宣 他会怎么反应 其实从两个角度来看 过去选举的一个经验里面 互面文宣 对李自省的人来讲 可能没有用 但是对一些 他们自己族群的 内部的语言来讲 是绝对有用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刚刚文宣讲说88亿 我现在给你碰碰到160亿 信则恒信绝对有用 那除非你像赵老大讲的说 用遗子之锚公子之盾 就是说你花博 11月6号出来以后 你真的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一个月做得很好 大家不要说100分 能够打到80分以上的话 那这样的话 一个一个慢慢的去解套 一个一个慢慢的 拿他的锚 去打他自己的盾 这样的话才有可能 不过他自己也已经解套了 他现在对外的说法是说 不会再唱衰花博 因为花这么多钱 办好是应该的 办好本来就是应该的 他不用加分 办不好才有问题 他说花那么多钱 你听到没有 他就是说我没有给钱 他们办好是应该的 应该是讲的是说 应该台北市政府倒过来讲 就是我基本上是觉得 就是说台湾的政治 到后来没有是非到 令人非常失望 那大家就常常就 我碰到很多农民 都大骂台北市政府 他们是干什么的 他们为什么不能把话讲清楚 那些人胡说八道 就任由他们胡说八道 花了那么辛苦 真的很可怜 好 接着两个 欢迎回到台湾大论坛 花博到底是不是 这场选战当中的关键因素 城也花博 败也花博 现在苏文昌等的是 开幕之后的交通大乱 他要站在制高点 来关切这个事情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 大家不要开车嘛 就坐捷运剧嘛 就算接驳也要做 你不可能 你看北京 在办奥运的时候 是单日开单号的车 双日开双号的车 上海也是交管的 这个没有办法 而且11月3号 卢州县就通了 所以那个也有一个 战士花博的战士 还是就尽量 你知道这个地图上面 对这件事情也有写 他就说 怎么有办一个活动 那个停车场还设计在内湖 这么远的地方 我基本上就没有叫你开车过去 开车给自己找麻烦 那另外说民进党这个策略 其实它是两个 你就看以四党部庄热雄 他这是采取抹黑策略 苏贞他用的叫做粉红策略 粉红啊 对不对 这个女儿 孙女 等等外孙女 就很可爱 尽量软化他的形象 粉红衬衫 是用粉红策略 然后尽量不要去意识形态 等等 不要造成这个蓝绿对决 然后一方面有人在抹黑 一方面摆出一副 很天真烂漫无邪的粉红策略 就是是两条路线的进行 能不能收效就要看选择买不买单 大家公园这边给大家参考一下 这是他的对白是说 来一盘1200块的炒空心菜吧 总共才花500块 1200块哪里来的 六个月所有的空心菜的总价500块 连这种事情都可以抹黑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 可能可以去告他 为什么不告 这太离谱了 这太离谱了 我觉得这张图的效果 我跟献哥的看法有点不一样 我觉得这张图 对蓝绿两个阵营 是会产生更进一步凝聚的作用 但这张图是给谁看的 是给中间选民看的 给中间选民看的 中间选民 因为现在郝鲁宾市长 是在中间选民是稍微落空 因为在新北市跟台中市 国民党的候选民 都是中间选民这一块 你说庄瑞雄做的文宣 是给中间选民看的 不是 最后有效果 是中间选民的效果 因为郝鲁宾跟朱立伦不一样 跟胡志强不一样 他在这一块 很奇怪的 他是落后了 所以中间选民如果看了这一个图 他产生反感 而倒过来的话 那庄瑞雄就帮得到 应该是讲精准点 没去看花博的中间选民 可能会受影响 所以现在台北市政府 想要做的 就是要嘛去扩大更多的人来看 叫中间选民去看花博 就是希望媒体的报导 能够让花博有更多的能见度 借着媒体的报导 借着国际人士来参观 让花博有更多的能见度 就能够破得掉 那所以永平没有说 这文宣是你们要加一名的